卡米拉孙被抢风头失败 被赶下白金汉宫阳台 威尔士三宝稳居C位 英国王室内部的矛盾也不少 除了卡米拉的不配位外 梅根也在轮番爆料 曾经高不可攀的王室 居然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之前的加冕典礼备受吐槽 卡米拉把自己四个孙子安插进来 居然站上了白金汉宫阳台 这一点引发了王室粉丝的不满 为凯特的三个孩子打抱不平 现在局势终于逆转了 英国王室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所有成员都忙活起来 威尔士三宝更是备受关注 查尔斯国王起码来到白金汉宫 威廉和安妮为他保驾护航 检阅完皇家军队之后 王室成员们登上白金汉宫 观看精彩的空军表演 这次服装的主题是红色 男士们都身穿红色军装 除了凯特一身绿色套装之外 其他成员的身上都有红色元素 细心的读者立刻发现 这回威尔士三宝地位提升 终于占到了C位 即使他们才是王室正统 理应拥有更好的待遇 加冕典礼上卡米拉孙辈大放光彩 这回终于被赶下去 事实证明卡米拉一点都不受欢迎 利用王后的职权 强行让孙辈扮演重要角色 只能让大家更加讨厌她 即使当了英国王后 卡米拉依旧不得人心 因此这次的阅兵仪式选择了低调 男性王室成员以及安妮 选择起码来到白金汉宫 凯特和三个孩子以及卡米拉 则乘坐皇家马车过来 最为出彩的当属三小吃 每次亮相的时候都能引发轰动 这次的大阅兵自然也不例外 大阅兵是为了庆祝君主生日 这也是查尔斯继位后的首次阅兵 因此规格被提升到了顶点 虽然已经75岁 但是查尔斯依旧老当一状 把最好的状态都展现了出来 王室专家加雷斯拉塞尔认为 这次的大阅兵 比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更壮观 七个团的成员全部出动 很多民众也参与其中 甚至比电影都要精彩绝论 这是查尔斯继位后 首次举行大型公务 威尔士三宝可谓出尽风头 占据重要的地位 不少读者也纷纷感慨 没有卡米拉孙辈果然清爽多了 不想被莫名其妙的人占据热搜 我们只想看威尔士三宝 从种种细节也能看出 卡米拉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 自己当了王后还不够 还要扶持娘家人上位 也许查尔斯听取了民众的意见 把卡米拉一族提出去 这回大阅兵的口碑好多 此外让人觉得遗憾的一点是 哈里王子一家缺席大阅兵 失去了团圆的机会 作为查尔斯的次子 苏塞克斯公爵一直不走寻常路 现在彻底在加州放飞自我 无论如何 威尔士三宝重回C位 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他们才是英国王室的未来 乔治王子成熟稳住 夏洛特则活泼可爱 路易还是搞笑担当 现场的高清照片曝光后 不少王室粉丝都很满意 认为这才是最合理的安排 卡米拉一族没有王室噱头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正式场头 被赶下白金汉宫阳台 完全和情合理 威尔士三宝在茁壮成长 每次出镜都长高了不少 英国王室终于后继友人 卡米拉孙被抢风头失败 完全是就游自取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下ides 外置 不应该去 优优独播 warm 破砂 打 resultados